好 要提醒您留意這流感大爆發 最近就基層醫師發現了說 連續兩天都達到了單節門診 出現快山三例A型的流感陽性病例 這完全是過去兩年沒發生過的現象 而依照過往經驗 氣溫下降之後 第三週可能會讓流感疫情升溫 因此醫師不敢大意 休息 小小孩咳了兩個禮拜 讓媽媽很擔心 天氣明顯變冷 最近門診湧入的小病號 不少都是咳嗽流離水 隨時氣溫降低流感病毒 越活越可以看到 禮拜一醫院兒科門診 滿滿都是人 有的小朋友感冒了 媽媽趕緊幫他請假 帶他來看診 就是有微咳嗽 可是因為有過敏體質的話 就會比較擔心 念小一的兒子曾經感冒 過敏發作住院 媽媽更是不敢大意 中山醫大副社醫院兒童 急診科主任謝宗學警告 流感疫情大爆發 大多出現在氣溫下降後 第三週到第四週之後 有一種山雨欲來的焦慮感 如果疫苗接種少 口罩又沒戴好 就怕五月澳洲流感爆發 慘況有機會在台灣發生 基層醫師也留言 連續一週每天驗到A流 這兩天都達到單截門診 快篩三例A流陽性 這完全是過去兩年沒發生的現象 14歲15歲的大孩子 那因為是一個運動的集會 集訓了 所以就發現說一個傳給一個 持續在真的是比較低溫的話 流感有可能會真的再流行 因為他也不會說他哪裡不舒服 這流感如果怎麼症狀 我們也沒有辦法及時發現 持續低溫 流感疫情值得觀察 機關署統計 第49週內流感門急診 三萬七千五百人次 流感病發重症已經有十四例 其中三例死亡 就怕耶誕跨年有可能出現 一波比較大的流感疫情 醫師提醒 該打流感疫苗儘快打 人多擁解的地方 口罩還是戴好 記者臨時打 黃石芬特報道